花蓮市這個週末假期非常不安穩 一連發生兩起重大的火警意外 其中中山路一家寵物美容店 22號中午發生大火 而23號中午呢 鄰近的宮鎮街上一名知名的米粉湯店 疑似廚師煮菜不剩引發火警 一連燒到隔壁五間的房屋 由於正值假期人潮眾多 警消一邊要忙著救火 還要忙著疏散人潮 深夜公寓二樓冒火光 但仔細一看怎麼早就拉上封鎖線 原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22號深夜花蓮市中山區傳出火警 消防人員好不容易才撲滅 沒想到只過了不到半天時間 東正街一家小吃店也發生火災 70年木造鐵皮加蓋建築瞬間燒起來 而且這次的火事還蔓延到旁邊五東建物 也讓受害店家大探好無奈 整家皮包店被燒的黑漆漆 交油都黏在牆上 老闆的身材之物一夜之間化作灰燼 我想說應該沒事啦 好 那個又要快暑假了 扣城交進來 因為我們賣學生的包包賣很多 對啊 扣城都進來 剛好千幾天都進來 因為丟一點的 正是暑假熱銷忘記 卻遇上注容之災 店家損失超過百萬 老闆心如死灰 只能等鑑定結果出爐 才能討論後續賠償